大家好,我是R主 今天 來叫 如何裝光影 Minecraft的光影模組 好的 再來跟大家講一下 那個 這裡 這個 我會 要先下來 在光影的主層室 哦 大家有感冒 那先下載主層室嗎 可是 這也是1.6.2到1.8的 因為我有分兩個主層室下來再點 這是1.6.2到1.8 而這個網頁呢 卻是1.9到1.10.2 是可以用的版本 但我突然發現到一件事 它們分開 分開來了 所以 這個網頁的1.8 是沒有用的 沒有用 抱歉 好的 我看看哦 好 那先來 先 測試一下1.8 按下點擊這裡 下載 下載好後 不在這裡 欸 哦 這裡 這裡有一個壓縮檔嗎 打開它 這個 然後這裡還有你們有兩個檔案 點它 下載 然後按確定 確定 確定 好的 接下來呢 這個 女Minecraft 應該會多出這個檔案夾吧 Minecraft這家夾會多出這個檔案夾 這個 點開它 然後咧 到網路上找效果包 去找效果包 好 找一個 你覺得好看效果包 然後咧 好 我先舉例好了 那我看看哦 嗯 我先舉例一個 噢 算了 好啦 是這樣子 例如 這個 大家都知道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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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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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簡單 然後咧 打開 打開麥塊看看有沒有用 等一下喔 打開麥塊 打開麥塊 等一下喔,我這有點慢 哦,好了 對了,跟大家講一下 開光影的時候 先看一下顯示設定 不然進去會太卡 畫質性能優先 要性能的 然後照明效果,快關閉好了 如果你見到很好的話 就可以開放 然後勒,多進度才最低 視野距離 等於是可以看到方塊人間度的格數 我現在調到2 然後再來這個 這個是顯示值 顯示FPS值 你把它調到無限 如果你有限制的話,可能會滿卡的 然後勒 你打開看看後 會發現到這個東西 這個就是光影 然後勒 這個東西是解析度 我看看哦 目前 一開始 光影的解析度會1400 像這樣,也會1400 那又非常卡 所以 我建議 我建議調到500 500 是適中的 如果還不夠的話 那就 300也可以 700 應該也可以 所以 然後勒 進入一下世界 然後勒 進入一下世界 好 好的 喔 好的 好 接著呢 就是開光影 我先調500好了,不然太卡了 好,這是500-7度的光影 對了 跟大家講一下喔 如果你是第一次裝光影的時候 想也知道 都會非常的卡 所以 跟大家講 一件事 你裝光影之後 要先給它 適應一下 適應就是給它先處理一下 因為光影 它是光影第一次裝的 所以 要先適應 如果我記得沒錯的話 要先適應 適應,然後過了不久 應該就會變得比較順一點 應該就會變得比較順 然後 可以找 不Lag的效果包也可以 不Lag的效果包也可以 也不會太Lag 因為我現在開錄影程式是有點Lag 那 差不多就到這樣囉 掰掰